你不是就想要许优这颗头吗 来 今天姓许的就把脖子给你伸到这儿 皮肤 有本事 你就砍了去 到你家丞相阿满那儿去寝宫 砍 有种的砍吗 狗东西 许优为何会被许楚当街怒斩 这源自他个人的作死行为 由于他帮助曹操夜袭乌朝 而后占领袁绍的关渡大营 一路追杀 最后只有百计追随返回冀州 曹军携大胜之威 一路攻伐 袁绍因此悲愤而死 曹操趁势收复四周 占领了冀州首府夜城 看着比洛阳皇宫还要大的冀州城 曹操志得意满 不料许优自以为有大功在手 站在城墙上撒泼 曹操满 若是没有我许优 如等可进得了这冀州城湖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熄落 直呼其小名 曹操并没有跟他一般见识 反而恭维他的功绩甩手离开 但是这一幕却让身边的许楚非常不爽 从而诱发了他对许优的恨意 好巧不巧的是 众人进城之后 许优更是耀武扬威 当着百姓唱说着曹操小时候的一些糗事 惹得周边百姓纷纷驻足 正在这时 突然看到一位美女路过 顿时让许优眼前一亮 这又想到了曹操的一些特殊癖好 他这毫无顾忌的坏话 恰好被一旁巡视的许楚撞见 再也忍受不了 当即一锤抡了过去 马匹受惊 许优顿时摔了的狗肯尼 脑袋瓜子立马清醒大半 一看来人居然是曹操身边的许楚 再次破口大骂 许楚也是看在他在乌朝建功的份上 不想与他计较 只是口头警告 不要在这大放厥词 如果再敢爆成像的黑料 就会砍了他 许优再次酒精上头 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伸长了脖子让许楚砍 被激怒之后的许楚哪能受得了 既然你让我砍 那我就砍给你看 当即接过大刀 直接砍了下去 可怜的许优到死都没整明白 这许楚为什么真的敢看 而关渡之战的最大功臣 窝囊地死在了冀州城 也算是给曹操去了一块心病 而来到冀州城内的曹操 看到袁绍的府邸 却在不停地感叹 我现在算是明白 为什么那些文人默克 都喜欢投奔袁绍 因为他房子大 这个时候曹操想起了 当初喷他的大才子陈琳 随即派人把他抓来 打算让他再骂一次过过瘾 可是陈琳见到本尊之后 变得唯唯诺诺不敢之声 曹操却十分欣赏他的才华 决定既往不救 大胆重用 这让陈琳感动莫名 立刻拜倒笑全马之劳 陈琳退下后 士兵们抬上来一框书信 这里大多是关渡之战时 手下文武写好袁绍的秘信 曹丕建议对这些人 要严查严办 曹操却认为这是人之常情 看也不看直接安排 把这些书信 当着众人的面一把火给烧了 宣布此事到此为止 众人不禁暗自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许楚提着许优的人头 慢悠悠地登场了